高端COVID-19疫苗在今年8月 进转授权给世界卫生组织 创下全球首例 而这个生产疫苗的厂区呢 就在记者的身旁 那这个厂区它同时也身兼开发 新型流感疫苗的任务 包括台湾自主研发的 肠病毒71型疫苗 生产线首度对外公开 带您至极 玻璃针筒和液体 经过多重精密检测 没有问题才能填充 生产流程自动化 工作人员身穿防护衣 紧盯每个细节 为了确保品质 疫苗生产过程中 随时抽样检测 还得进入无尘实验室观察21天 最重要的用物料之一 水也特别处理 从纯水经过蒸馏后 再经过多道程序 成为注射用水 要把重精组去除掉 所以我们会用离子交换 或者用蒸馏水的方法 蒸馏的方法让水的品质越来越高 让身体发烧的一个物质 我们也要把它排除掉 今年的8月8号 我们正式向全台湾供货 市场反应非常的踊跃 所以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那我们已经加紧在生产 那我们希望订单在今年年底以前 可以把它消化完毕 持续进入秋冬 市场病毒的耗发期 台湾目前已开发两支 常病毒71型疫苗 分别是国光安特罗和高端 除了保障国内需求外 国产疫苗的研发实力 也受到国际肯定 COVID-19疫苗既转授权给 世界卫生组织的CTEP计划 以及联合国公卫组织单位MPP 它肯定了高端的这个生产制造 以及开发技术的能量 那至于大家所关心的 WHO的传结试验 这个临床三期 那我们目前也在等待 它的最后的结果 另外 全台10月将开打公费 4架流感疫苗 今年政府总采购量 698万6900剂 高端疫苗就占了10.1% 因应市场需求 高端预计明年1月后 会加开产线 产能将提高两倍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慧摩李晶晶 台湾新竹报道